国富纪念馆这边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今天谁也加入了呢 也就是总统夫人周美清 在上午呢 她将会到天文馆 一起来观日食 我们立刻要请记者 肖湘怡来我们掌握在天文馆 目前最新的情况 好 主观众 我们目前现在在天文馆这里 真的是相当的热闹 从今天早上七点半开始 天文馆是提早开馆 让所有的民众能够先进来 来一起期待这个难得的一刻 在刚上午之前八点二十三分的时候 天文馆还特别进行了 倒数一次而且是场内场外 大家都是欢声雷斗相当的兴奋 而在上午之前呢 我们目前现在看到最新画面 是由这个解说员 在跟所有天文馆的 以及天文迷这里的民众 特别来讲解这次 我们现在目前透过的是 中国大陆的国家天文台 所看到的镜头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 则是由重庆当地看到的画面 而且刚天文馆的解说人员 还特别说 今天来到这个现场 来透过这个镜头 看到这个重庆画面的 民众呢都是相当有福气的 因为现在大陆 其实许多的长江流域的地方 现在都因为被乌云遮蔽了 所以看不到日全时的情况 而今天呢 则是透过天文馆的这个 直见卫星的画面 可以看到完整的 日全时的景象 而刚少之前 在五分钟之前 台北市长郝龙斌 也以这个市民的身份 来特别参加 他是特别坐在后头的这个椅子上 没有在上台来说话 而稍后呢 则是这个总统护人周美清 在9点35分的时候 也会到达现场 来跟民众一起参与这次的盛会 以上是目前在天文馆的最新的先报道 先把镜头还给棚内主播